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845天 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过去24小时 俄军继续在各个接触线上发动小规模人肉冲锋 俄军在阿富迪夫卡西北面取得微小进展 俄乌双方也持续以无人机袭击对方城市 第32机械化旅 6月16日摧毁一个俄军昂贵的全天候战场监测系统Muraman 这套监测系统理论上可监测到无军10公里范围内的活动 根据最新消息 整个前线的乌克兰部队都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弹药 不仅炮兵旅开始收到炮弹 而且常规机械化旅也收到了炮弹 短缺的情况正在改善 但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认为 西方的军事援助逐渐到位 的确缓解了乌克兰的火炮短缺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的火炮优势 不过数量仍然有限 尚未对前线局势产生实质性影响 欧洲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也就凑齐了区区30多万发 要不是捷克找到货源 接下来乌军的炮弹可能仍会出现匮乏的状况 哈尔科夫前线沃夫昌斯克工业区的情况保持不变 被包围的俄军增援被切断 无法撤退 六天前 他们曾设法打通了一条狭窄道路 但乌军猛攻后重新夺回 俄军总参谋部正试图通过无人机 像二战时德国空军在斯大林格勒那样建立空中走廊 但包围圈中的俄军明显有些顶不住了 在乌军航空兵和炮兵的猛烈打击下 继续有人走出来投降 具体人数不详 克里米纳前线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十二特种部队旅 阿佐夫和第一作战旅布里维 在卸列部梁斯基森林成功实施了进攻行动 根据Deep State的报告 这次联合行动在战线上推进了一公里 是除巴赫木特南役的K村被收复之外 过去几天乌军最大的战果 顺便说一下 一个星期前 美国宣布对第十二特种部队旅解禁 允许他们使用美支武器 后者就在僵持许久的 卸列部梁斯基森林 打出了成功的反击战 不得不说美帝还真是有点东西 比洛霍里夫卡前线 经过数月的苦战 该是以南的白厄采石场高地 忠告失守 此外 罗洛斯人也已完全占领了 比洛霍里夫卡市区 从现在起 塞福尔斯克之战开始了 塞福尔斯克是克拉玛托尔斯克 和斯洛维扬斯克的第一道防线 在过去多年的战争 被乌军建成了堡垒 拥有大规模的防御攻势 与此同时 塞福尔斯克还是是整个 顿涅茨克前线的重要物流枢纽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俄军目前 现在正在通过比洛霍里夫卡以北的高地 向塞福尔斯克的逼近 这是乌军防御的关键区域 这一高地失守 将使顿涅茨和以北的塞福尔斯克森林 失去防御能力 并让俄军打开通往莱曼的大门 今年以来 最关键的一战来了 俄乌战争爆发第845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 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080名 累计俄军52.74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两辆坦克 18辆装甲车 14门火炮 24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12个特种设备拦截了8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这个战报统计中的数字 与最新战况描述在时间上并不同步 因此会有些差异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10.3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同样为1比1 另有约2.1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本月稍早一些 在阿富迪福卡西北部的索吉尔地区 发生了一场装甲车对战 整个过程被多架无人机拍摄下来 乌克兰军队的一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和俄罗斯军队的一辆BTR巴尔轮式装甲战车 进行了正面对决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尤其是发布的剪辑影片 这场对决以BTR巴尔获胜结束 理由是两辆战车擦身而过后 乌军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没有调转炮口 显然失去了控制能力 不过我们在看完完整视频后 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乌军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受伤 但赢得了这场对决 俄军的BTR巴尔轮式装甲车 在被打冒烟后 可以明显看出失控 驶离道路一直到撞树 才最终停了下来 乌克兰军方也宣布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赢得了这场对决 虽然比不上此前爆打 俄军最新型T-90M主战坦克 那场战斗辉煌 不过乌克兰军方也承认 在赢得这场对决后没几天 这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触雷受伤 好在成员组活了下来 车长和驾驶员受了轻伤 对这次对决 我们缺乏详细了解 不过很多迹象显示 尽管这场对决距离很近 甚至两辆装甲车还擦肩而过 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能赢得这场对决 除了更厚的装甲 更强的机炮外 很可能还与火控系统 更先进有关 公开报道显示 虽然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的 R-242大毒蛇 机关炮口径为25毫米 但其发射的M919平油穿甲弹 却足以打穿 BTR-82轮式装甲车的正面装甲 甚至连一些重型步兵战车 都难以抵挡其攻击 更别说装甲薄弱的 BTR-82轮式装甲车了 BTR-82轮式装甲车的 2A72式 30毫米口径机关炮 却缺乏击穿布雷德利 步兵战车正面装甲的能力 2A72机关炮在发射 3UBR-8脱鞘穿甲弹时 60度法线角的穿透能力 仅为45毫米 这还没有考虑到 测试钢板与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装甲板的实际性能差距 至于火控 这算是苏联和俄罗斯的传统弱项了 近日 位于库兵卡的俄罗斯国防部 第28坦克装甲兵技术设备 科研测试研究所 测试了在乌克兰战场上 缴获的美智M113A3装甲车 BTR-82轮式装甲车 使用2A72式30毫米口径机关炮 在100米距离上 对M113A3装甲车的侧面装甲 进行了连续射击 不出意外的将其击穿 但只有两枚炮弹击中目标 2A72机关炮的射击精度之差 可见一般 作为2A42机关炮的简化版本 我们经常可以在宣传中看到 2A72机关炮的优点 诸如重量轻 零件数量少 但很少注意到 重量过轻对射击精度 带来的不利影响 稍微有些军事常识的网友 应该清楚 枪炮并不是越轻越好 尤其是可以连发射击的 小口径枪炮 重量太轻会导致连发射击时 自身抖动剧烈 严重影响射击精度 其实对2A72机关炮的问题 俄罗斯人本身也很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 在俄军现役的主力武装直升机上 不管是卡52短文厄 还是米28号节 都没有选择 全重仅84千克的 2A72机关炮 而是安装了 112千克的 2A42机关炮 俄国人为何不给 需要尽量减重的 武装直升机 安装更轻的 2A72 而是选择 更重的 2A42 其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目前俄罗斯等国 在多款装甲车上 都安装了 2A72机关炮 极其仿制型 但如果深入了解一下的话 我们会发现 俄罗斯这么做 是因为实在 没有其他选择 而那些选择了 仿制 2A72机关炮的国家 在后续的新型装甲车上 则开始改用 仿制美国 R42大毒蛇的 链式机关炮 不管是俄罗斯 BMP 三部兵战车 还是其他国家 那些安装 仿制型 2A72机关炮的 装甲车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些2A72机关炮 及其仿制型号 都通过与 100毫米滑膛炮 或横架刚性连接 目的就是为了 降低连续射击时 2A72机关炮的 剧烈抖动问题 但这些方案 仅能治标 不能治本 2A72机关炮的 连续射击精度问题 根本治不了 乌克兰国防快报的 军事分析师外 基里切夫斯基透露 在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后 为了对乌克兰 进行远程空袭 俄罗斯军事工业 已经第四次升级了 PH-101巡航导弹 这是俄罗斯空天军 对乌克兰进行远程 精确打击的主要武器 前两种升级型号的 战斗部重450公斤 具有一定的破坏力 而第三种改进型号的 战斗部重约800公斤 破坏力显著增加 战斗部显著增强的 PH-101巡航导弹 在攻击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 尤其是发电战时 破坏力明显得到增强 而目前出现的 第四种升级型号 则表明 PH-101巡航导弹 已经可以携带 极数战斗部 如果这种导弹被拦截 极数战斗部里的紫炸弹 可能会散落 覆盖较大面积 并对平民构成威胁 新型KH-101巡航导弹 极数战斗部携带的紫炸弹 看起来像是金属球 跟乌克兰军队正在使用的 美国ATACS战术弹道导弹 战斗部中包含的紫炸弹 很像 直径约10厘米 很适合打击空军基地等目标 第一枚安装极数战斗部的 KH-101巡航导弹 是在6月7日晚被发现的 当时被俄罗斯军队 用于攻击斯塔罗科斯蒂亚诺夫空军基地 俄军在对乌克兰空军基地的袭击中 频繁使用这种安装了极数战斗部的 KH-101巡航导弹 显然 俄罗斯空天军对即将到来的 F-16战斗机很重视 试图通过破坏乌克兰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 来拖延F-16战斗机的部署 公开资料显示 KH-101巡航导弹 在2013年进入俄罗斯空天军服役 成为图160海盗旗 和图95MS熊 这两款俄罗斯空天军战略轰炸机的主要武器 KH-101巡航导弹 战斗部重400千克 亚音速飞行 原物差概率在10米到20米 其最大射程存在不同说法 甚至有5500千米的说法 但普遍认为射程超过2000千米 2015年11月 KH-101巡航导弹首次实战亮相 被俄罗斯空天军用于攻击叙利亚境内目标 实战效果有限 主要目的在于向西方亮剑 不过 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KH-101巡航导弹的虚实 被西方窥破 这种大量使用西方民用 或工业用电子零部件的导弹 可靠性偏低 很多导弹在发射后 没有任何反应 就直接砸到了地面上 而且 西方很可能就是在那时发现了KH-101巡航导弹 并不具备隐身能力 并不像宣传的那样雷达反射界面积仅为0.01平方米 在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后 KH-101巡航导弹 也在实战中证明其并非隐身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被乌克兰军队大量击落 其突防能力并不强 也就是比伊斯伊朗制自杀式无人机好一些 在前几天俄军对乌克兰进行的再次远程精确打击中 俄军发射的10枚KH-101巡航导弹 有7枚被击落 17架伊斯伊朗制自杀式无人机被全部击落 三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和一枚匕首弹道导弹 则突防成功 没有获得爱国者或3MT防空系统保护的地区 对俄军发射的弹道导弹 超音速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无能为力 此外 在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前 俄罗斯军工业也对KH-101巡航导弹进行了多次升级 重点就是增强其干扰能力 这也表明了KH-101巡航导弹并不隐身 当时 俄罗斯媒体在介绍这些升级时语言不详 我们一度以为 是为KH-101巡航导弹安装了主动式干扰机 可以根据探测到的防空雷达信号进行主动干扰 不过 在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后 我们很快发现高估了俄罗斯军工业 所谓的增强干扰能力 不过是为KH-101巡航导弹 加装了干扰弹发射器 可以在接近目标时自动发射红外干扰弹和薄条干扰弹 很简单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 KH-101巡航导弹 都是俄罗斯军队在远程空袭中的不对称优势之一 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可以躲在安全空域 发射KH-101巡航导弹 对乌克兰全境进行远程精确打击 而乌克兰军队则缺乏类似武器 即便是在海王星反舰导弹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在战斗部威力等方面 尤其是射程方面 也比不上KH-101 否则 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军工业的破坏 就不是现在这水平了 自杀式无人机的突防能力和战斗部 实在是不适合执行这类任务 可以袭扰或引诱对方 消耗更多防空导弹 造成政治影响 取得宣传效果 但要对军工企业造成重创 还得是战斗部更重的巡航导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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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